这是场胸有地宫的战斗 化身地狱的凯撒对决 欧豆豆玩藤亮 凯撒的回合 召唤电子黑暗刃 效果将炸弹龙从墓地拖出 变成装备卡提升攻击力 然后一手加两张 让电子黑暗角发动攻击 启动陷阱卡电子修复器 通过让对方抽一张卡 让自家的机械族怪兽免遭破坏 接着因为黑暗角自带的穿防能力 欧豆豆要发动生命之力 扣除400生命值让战斗损伤归零 凯撒表示还没完 电子黑暗刃拥有攻击减半 直接攻击玩家的效果 那生命之力就继续搞起 生命值被削减到2800 凯撒盖牌结束回合 场边的艾德惊呆了 这凯撒输牌之后变化也太大了 对付自家的欧豆豆毫不留情 并且还时不时地嘴炮嘲讽 欧豆豆瞬间感觉信仰崩塌 他要打醒欧尼将 魔法卡强玉之虎 可以抽两张 召唤女人自行车 配上装备魔法辅助轮 效果可以直接攻击玩家 好家伙 这他们要两只怪都能直接搞玩家 双重打击啊 过分 这自行车居然直接起脸 凯撒强忍痛苦 生命值降到1600 欧豆豆感觉很稳 潜水艇攻击完可以转成首倍 而自行车则要除外 最后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凯撒 后手强玉弧 召唤电子黑暗鼓 时代惊浪 这下三只齐拳 凯撒手指前方 是电子黑暗刃 击破路由潜水艇 发动生命之力 400生命值无限折磨 凯撒表示还没完 让黑暗刃与电子鼓一起上 这还得多亏了生命之力啊 欧豆豆扛了这么多下 生命值才降到1600 凯撒盖牌结束回合 完了 欧豆豆眼镜都被打掉 整个人陷入绝望了 再加上黑暗欧尼将的疯狂嘲讽 将不争气的欧豆豆喷出眼泪 就在他要投降的时候 更会嘴炮的时代发言了 依旧是三言两语 成功唤醒了绝望的欧豆豆 友情罢富瞬间加满 再配上注定一抽技能 神抽力量债券 欧豆豆懵了 自己也没往卡组放这张卡呀 好家伙是你 入世行窃的时代 偷走欧豆豆的力量债券 然后趁刚才洗牌放进卡组 那这么说欧豆豆的卡组数量是40加1 这他喵是大型出老千现场啊 不过此时的欧豆豆别无选择 由于辅助轮效果自行车重回赛场 接着发动魔法卡力量债券 将场上与手牌的两个自行车作为素材 融合召唤二人小单车 因为是用力量债券融合的 所以攻击力会翻倍 不过回合结束玩家要承受提升攻击的伤害 接着发动二人车自带的效果 攻击力下降500 直接开搞玩家 凯撒动用两根手指 发动陷阱卡力量之兵 舍弃一张牌就减少100点伤害 没错 凯撒羊牌也羊上瘾了